民眾黨新竹市長候選人 高洪安在肩上 我是周開的記者會 提出實質工作證據 要來駁斥外界的人頭助理質疑 但是對此呢 來因候選人林根然是持續來出眾 他在質疑高洪安 疑似錯過多名助理 把薪資或是加班費 尚早入金到辦公室 證戶挪為己用 他要求高洪安 不要閃躲解釋清楚 你是不是要求辦公室工會助理 上繳款項 在爆料對手高洪安助理費爭議 國民黨新竹市長候選人 林根仁秀出資料明細 發現高洪安利用公費助理 上繳現金到辦公室帳戶 根本當作自己金庫用 為何你辦公室工會助理 必須上繳現金到辦公室的帳戶 是不是國庫通檔戶 高洪安沒拿出具體證據 林根仁再爆料 根據吹哨者提供的高辦內部資料 從2020年3月起 也就是高洪安剛擔任立委不久 公費助理共上繳八十七萬五千八百六十一元 金額接近高洪安辦公室十一個月內 可申請公費助理加班費最高上限 九十三萬三千五百九十二元 關於理性助理涉嫌可能炸領助理費的這件事情 那事實上大家提出質疑已經過了一週了 那今天林根仁又提出更多的相關的問題 那請高洪安還是誠實的面對 被藍綠對手再質疑助理費爭議 高洪安還沒澄清清楚又有新事蹟敗露 恐怕再度讓高洪安新竹選情岌岌可危 接著新竹綜合報導